消息在大陸微博上 引來大批網友的質疑和譏諷 有人問 衛健委這是收了核酸公司好處了嗎 第三年了還沒有賺夠嗎 還有人諷刺說 對於沒病的人要堅決給他吃藥 官方除了刪除批評言論之外 還直接關閉了微博的評論功能 屏蔽所有的留言